江南现在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 接下来咱们去浙江杭州 尝尝老乡们做的桂花糕点 在浙江杭州的满绝农村 桂花的第二波盛花期开始 数千株金桂 银桂 单桂 四季桂陆续开放 而桂花掉落之际 也是成就各类美食之时 早上鲜桂花打下来以后 放在缸里用梅卤水浸泡 腌制二十来天的时候 就拿出来挑叶子就可以做桂花的食品 众多的桂花美食中 最不容错过的便是这一道桂花栗子羹 选用新鲜板栗蒸熟后去壳切成小栗状 与提前腌制好的桂花混合蒸煮 配合白糖 枸杞进行调味增色 随后再淋入少许藕粉进行勾芡 一道醇香绵软的桂花栗子羹就做好了 在江苏南京 当地的老师傅将桂花香深深锁进一笼 桂花板栗膏裂 把大米磨成粉放到蒸笼蒸十分钟 再把板栗碎和桂花均匀地撒在蒸熟的米粉上 再蒸三分钟左右 然后还要把大米粉均匀地撒在最上面一层 再蒸十五分钟左右 最后开盖撒上提前炒制好的桂花 静待两分钟就能出锅了 两层软糯的米糕中间 加着清甜的板栗绒 外面是金黄的桂花和鲜艳的青红丝 吃起来绵软清香 再来看看